3月14日18時有父親要求母親及兒子在街上發揮情形 本分局接獲或報案提到現場了解 經了解是因為母親未親自到學校接送小孩而讓導護資工直接將小孩送到家一室而取增值 本案對於家長有不當管教的情形本分局及時接入處理 但因為母親表示不應律對於本案提出保護令 引擎除當場告誡其父親不當管教行為之外 並依法實情通報加防中心處理 本分局並以校方及陽性母圈進入免許窗戶 遇有不當管教的情況 警方將立意時間一直前處理 本分局同時誤譯對於直女管教行為 因以實際方式誤過度情緒化 若有暴力行為發生 警方將立意法及時處理 體育生 歷史 壓陸 個